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顾总 刚才陈宇老师给我打电话 他说愿意再给工作室一次机会 重新给他设计一套方案 不过前提条件是 之前的那面墙还是要保留 那不跟之前一样吗 对啊 而且之前提过那么多次方案 没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是 他这次 点名让江晓宁给他设计 我 为什么 他说只有痛过的人 才懂得如何治愈 我 顾总 这不是开玩笑的 您自己也说了 他连设计师助理的资格都没有 他不可能完成的 江晓宁 货是你自己闯的 机会是你自己争取来的 你告诉我 你到底能不能完成啊 能不能 我会尽力的 你有任何的问题 以后都可以随时请教其他的设计师 老板 但是我 没让你完成项目 只是按你出设计的创意 我试试 好 干活 是 是 虽然是创意图 也尽量要严谨 有问题问我 好的 小娘 成功说得对 整口气 也许就歪打正着 就设计出来了呢 谢谢大家 我会尽力的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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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看来 你不是那么倒霉的人 好好加油吧 你不能让我看你 你不太好 你不然 我会想起来 你可能是这样 你不想起来 我一样 我还是想起来 要是想起来 大家一起这些 要是想起来 我们走 他才是想起来 我一样 我为什么不想起来 你为什么要起来 我 Limited 你怎么回来 他而已 在我哪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睡着了 这不会就是你所谓的尽力吧 我卡住 你看起来确实像卡住了 老板 我能请教一下你吗